很多民众一定都会听过这几首经典老歌 像是我很丑 可是我很温柔 还有白天不懂夜的黑 这些歌曲分别都是来自创作型歌手黄玉玲 还有林隆璇 他们两人认识将近30年了 最近好容易排出时间 第一次到美国巡回演出 经典歌曲 我很丑 可是我很温柔 这首红遍各大歌唱选秀节目的热门金曲 作者黄韵玲曾为数十位一弦歌手 创作过近百首成名曲 28日星期六 洛杉矶的民众就有机会 亲耳听到他的原创演绎 刚棒的是 还有同样才华横溢的创作歌手林隆璇 一起上台来个王子佩精灵 我们会尝试的去唱对方写的歌 可是像我唱林隆璇老师写的歌 我觉得因为他本来就比较精灵 比较柔 比较仙人 所以我掌握起来是 有一点像男扮女装的感觉 光说不练可不行 黄韵玲马上大方展示钢琴功力 身后的林隆璇也不甘示弱 看好音调马上弹出弦乐伴奏 两人还现场合作演唱曲目 默契十足 能在演唱会前 就先让台下歌迷大薄耳福 钢琴王子林隆璇 还特别对合作伙伴 黄韵玲身后的音乐功力赞不绝口 鼓励华人歌迷 踊跃参与28日的演唱会 黄韵玲与林隆璇 不只会全新演绎多首经典老歌 还要同场标琴剂 擦出别样火花 欢迎有兴趣的观众 上傻窝科技官网 查询更多资讯 东森新闻李宗瑶 唐梦伟在洛杉矶的采访